再過幾天就是五一勞動節 非常恭喜各位得獎 也要謝謝大家的奉獻與付出 正是因為有大家的努力 這幾年來我們的經濟持續成長 百工百業也更加興盛 在國家發展的同時 也兼顧了生態平衡 為下一代打造更永續的環境 比如在林務局擔任巡山員的污名阿瓦伊技術師 是我們傳統森林的守護者 過去三十年來 緊盯著森林的動靜 它曾經背著15公斤的重裝 衝進森林活在現場支援 也曾經協助山難救助 搜救 查忌道法的不肖業者 真的是非常辛苦 也非常感謝 還有我們的移工代表蘇文學副組長 他擁有英國奈活泥安裝的證照 來臺工作十多年 協助打造出第三級的懸崩分離器 這是一項世界級的專利設備 非常不簡單 藉這個機會 我要謝謝蘇文學副組長 和所有移工朋友的付出 大家來到臺灣一起打拼 不僅為臺灣創造了更繁榮的經濟 也在國際上插亮了臺灣的招牌 真的非常感謝大家 今天因為時間的關係 沒有辦法一一介紹大家得獎的事蹟 各位的付出和貢獻 都是臺灣產業進步的重要力量 我也要跟大家報告 去年我跟模範勞工和移工朋友見面的時候 簽署了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 這個法案將在今年的勞動節正式上路 接下來我要請勞動部務必要落實這項法案 持續提升工作環境條件 降低我們植災的發生 來保護我們勞工朋友的健康安全 在提升勞工權益及福利方面 我們除了連續六年調升基本工資 也增加了勞工的產減價的天數 提高育嬰留職 停薪津貼補助 過去我參加活動遇到很多家長 他們說這是很好 也很實用的政策 不僅減輕育兒負擔 也是讓工作環境更友善家庭 未來政府會持續鼓勵企業加薪 把我們共同創造出來的經濟成長果實 和勞工朋友一起分享 我要請各位勞工和移工朋友 繼續配合政府的各項防疫措施 我們要繼續為臺灣打拚 最後 再次恭喜大家得獎 謝謝大家